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这儿啊 可能您就习惯了 您不是要讲这香港电影那些事吗 怎么给我扯起这好莱坞电影来了 别急 我告诉你啊 这部《功夫之王》啊 据说那就是好莱坞向香港功夫电影致敬的线片 红编剧到导演那都是真正的中国功夫粉丝 所以除了是一个成龙和李连杰功夫的打拼盘外 那么其他的角色呢 也都能在过去的功夫片中呢找到影子 比如影后李冰冰的白发魔女 美女刘亦菲的金燕子 那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形象 而且这部影片呢不仅再度掀起了一股功夫热 更是引起了一个谁才是真正的功夫之王的 谁才是真正的功夫之王 这确实是个问题 成龙 李连杰 无论说谁啊 那恐怕都有更多的人向我拍专 咱们呢还是回顾一下香港功夫电影 诞生后的这些年去看一看到底还有哪些高人 还有可能问点功夫之王 其实呢要说到香港功夫电影的诞生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位电影奇才 胡鹏就是他 1949年呢胡鹏拍摄了历史上的第一部 黄飞红电影 黄飞红正传 又名黄飞红边风来灭毒 也正是这部电影呢掀起了香港功夫片的热潮 胡鹏也为称作香港功夫电影之父 当然咱们现在看这部电影 您可能会说了 这什么呀 不仅常常好看 而且呢还有些做作 但是您不知道的是 1949年弹丸之地的香港也命不出 电影的拍摄条件呢是非常简陋的 不仅没有精良的拍摄设备 而且呢也没有现在最常用的威亚和艺艺钢斯 演员的一朝一室 那可都是男派硬桥硬马的真物 这让看多了北派舞台式舞打表演的 这全港观众啊是大开了眼界 一时间全港轰动啊 于是呢很多导演也跟风而上 其中呢就有王晶的父亲王天林 胡锋本人呢那更是不甘落后 就带领着他的胡家班 不断地创作出有关这个黄飞红的新故事 仅一九五六年一年呢 便有二十五部黄飞红电影 而其中的二十三部呢 那都是胡同的 这一年也被戏称为黄飞红的 而到今年 黄飞红系列那更以百余部的成绩 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世界影坛的一个奇迹 一部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电影 可以超过一百部 这在全世界啊都没有闲理 当然与黄飞红一起走入全球人们心中的 还有他的扮演者 在今天呢我们说起黄飞红 和这个佛山无影角呢 自然想到的就是比列界 但是第一位几乎可以与这黄飞红 化成等号的 则是扮演最多的这位 关德兴 从第一部黄飞红电影开始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老爷子啊 一共参与了七十七部 不仅创造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而且呢他也几乎化身成了这个黄飞红 甚至连走在这个大街上 或者走在公共场上呀 都被人叫做黄石 要是这关德兴啊 可以说是香港功夫电影中 第一位向功夫之王发起冲击 他本人呢 一生户爱武术 先锡红拳 后练呢 白鹤派 十八班兵器是样样的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一种神编的绝技 据说啊 一仗开外 点燃十来支蜡烛 举边挥动 可依次将烛火熄灭 百发百中 黄飞红电影 编锋念竹 那就将这一绝技 搬上了一幕 其实呢 黄飞红电影造就的绝不仅仅是关德兴艺人 还磨练了袁和平 刘家梁 刘家辉 等一批的人才 那么这些人呢 为后来的香港功夫电影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 这时候 香港呢 它并没有功夫片这次 只会说国术片或者动物片 直到1971年 一个巨星的出现 香港电影史上真正的功夫电影 才拉开了它 也有了功夫片 这个名字 甚至连英文字典里 还专门创造了功夫一词 我想啊 你一定也猜到 它就是 李医生 他在 李国 练着 截拳道 我又问他什么截拳道 不是斗范 你出拳 我要发现你的截拳道 简单 不复杂 我们中国的武术跟功夫是很复杂的 一套拳很复杂的 也要记 自己记不出来 李医生龙 他的功夫解决到 是没有这个套路 他有一个心态是三个字 快和旧 那是 说起李小龙大概都不用我介绍了 中国人都耳熟龙强了 可能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个功夫巨型 其实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电影小童星了 多小呢 1941年 仅三个月大 就在旧金山当地拍摄的粤语片 金门女中亮相 当然三个月大一小屁孩 说他能知道啥呀 四个月大的时候呢 举家返回了香港 1948年 七岁的李小龙以李新的一名 客串参与了余亮导演的《富贵夫云》 1950年 九岁的小龙首次以男主角的身份的 参与了电影《西部祥》 并获得了好证 因幼时这个身体十分的瘦 那么李海泉也就是他父亲 为了让儿子的身体强壮 在他七岁时便教其练习 太极拳 十三岁时呢 让他拜了名师叶问 学了永春学 看过叶问二的朋友 一定还记得影片结尾的 这么一段 我想跟你学学 要多少钱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小龙 那你为什么想学权 看得不顺眼的人 我就想打他 1959年的五月 李小龙呢 十八岁了 正是叛逆的年龄 又加上有一些拳脚功夫 就特别喜欢与人打架 学习成绩呢 也不好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他就是一问题学生 打到后来呢 只好带着一百美元 只身就来到了美国 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 美国电视制片人 邀请他在美国电视剧集 《清风侠》中 扮演主角的助典贾腾 《清风侠》呢 在美国奉命是 李小龙也因此知名度是陡增 这种配角的地位和身份呢 确实李小龙不能接受 那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李小龙呢 依然就决定回到故乡香港 谋求新的发展 在1971年的夏天 李小龙呢就接受了 佳河电影公司的邀请 回港拍片 唐山大学 片中呢 李小龙以快速凌厉的 这脚工啊 将他手术一一进来 与心狠审爱的老板 一开始 最后的 电影一上映 就创下了香港开部以来的电影票房的最高级 达到三百万 高级 唐山大兄的成功显然极大的就不误了一项 他至少这个时候他可以送一口气了 放弃好莱坞的前途 转头香港发展 这一步啊 终于没有走错 紧接着拍摄的金武门 引起了更大的火 李三角 地毯拳 在片中的大无畏的精神 令人哪是在乎绝口 一时间 以李小龙为封面的杂志 以李小龙为主角的动画片 也是风靡一时 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李小龙旋风 那么两部影片的成功 让李小龙就挤进了香港电影圈 很快 李小龙呢 就组建了协和电影公司 自导自演了影片 梦龙国家 还与这美国华纳电影公司呢 联合拍摄了龙争虎斗 并亲自担任主角 正当李小龙雄心勃勃 大战宏图 准备完成下一部电影 死亡游戏时 却突然传出了一个 惊人的消息 1973年7月20 李小龙在女友家中神秘死亡 至于李小龙的死因 那是众说非云 至今仍是一个不解释 但是 正如赞可嘉先生说的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因为他是将中国功夫 传播到全世界的第一人 打入好莱坞的首位华人 他革命性地推动了世界武术 和功夫电影的发展 功夫巨星的陨落 让香港电影界 陷入了一片悲哀 更糟糕的是 不少人是悲观地认为 香港功夫电影 从此将一决不振 不过所幸的是 李小龙的灵旭呢 不久又一颗功夫金星 正在冉冉升起 虽然他还没有立刻光彩螺幕 但已经让人们感受到了他的光芒 他是谁呢 稍后咱们接着说 功夫巨星李小龙 让中国的电影走向了世界 让中国的功夫走向了世界 世界通过电影了解了中国功夫 世界也通过中国功夫了解了中国 功夫巨星的陨落 又将给香港的功夫电影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新一代功夫新星的出现 又会将香港电影带向何方呢 经典传奇 敬请继续收看 经典传奇 解析香港电影的花样秘文 明星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擦擦受伤 断手断脚 离怨无数次 我装过三次 李廉杰总跟甄子丹的眉毛过不去 王金为何与周星驰永不合作 让杜熙峰惊世太俗的气氛中 是谁造就了张国荣的歌坛神话 明星他就有一种很特别的地方 吸引所有人 很成功的演员 他们都是在电视台熬出来 我们那些工作 比李小龙的男人还一百倍 本周一至周五 中午十二点 将其为是经典传奇 香港电影那些事 上节我们说到 李小龙的独特的风格 因他的死而化上了绝续 功夫片呢 也由此经历了一段地步的事情 为了填补布鲁斯利呢 留下的空白 各电影公司都试图再造一个李小龙出来 他们到处就邀请那些功夫高手 无数影电影 而有的人呢 甚至只是因为这个长相啊 酷似李小龙而成为明星 比如吕小龙 李小龙 梁小龙 黄小龙 甚至还有 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 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在七十年代末期啊 许冠文喜剧开始大行其道 于是呢 袁和平 成龙等人就想啊 你说如果我们的功夫片 也能够加点喜剧因素 那会怎么样呢 没想到 这一想啊 居然想出了一个功夫片的新时代 那就是功夫喜剧 功夫喜剧时代最红的明星 那无疑是成龙 我们就说啊 成龙简直把李小龙和许冠文 合二为一了 他的这种表演风格 在袁和平的点画下呢 就修成了正练 可以说啊 是袁和平导演的蛇行交手和穗权 让成龙真正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 也终于从李小龙第二 变成了成龙第一 在这两部影片中呢 袁和平精心设计了 活泼灵巧兼具 洒耍游戏性的武术动作 并突出了练功过程的趣味戏 完全有别于之前的功夫片的模式 令观众呢 是耳目一新 更重要 此前一直被认为是票房毒药的成龙 在袁和平的指点下 一鸣惊人 功夫片也就此进入了成龙时代 不过呢 这个过程说起来呢 简单 也许呢 您并不过 成龙大哥的这条路走的呀 也挺不寻常的 小时候的成龙 也是一个爱打架的主 甚至呢 也因为经常打架而生不了极 除此之外呢 他还特别的喜欢看这武侠电影 特别崇拜当红的武侠女星于肃秋 看得多了呀 就天天就想到上山败事圆 他那老爹老娘一看就 这孩子再不管他就完了 可自己呢又管不了 那怎么办呢 一天 他的父亲就带着成龙 来到了尖沙嘴的这个美丽都大厦 拜访京剧五生于战园时期 他正是成龙崇拜的这武侠女星于肃秋的父亲 那成龙看到这边的学生在旁 勤奋的练功 觉得非常的羡慕 并要求这父亲呢 让他在这儿练武 成龙并不知道 从拜师的这一天起 他的苦日子可就来了 于战元师傅的这个教育方式呢 基本上是老系上规矩的这个严厉与苦练 他基础扎实 东练三女下练三浮 全部离手 取不离口 管束严格 多严格呢 就两个字 打 罚 不到四天呢 成龙又后奔了 你说谁受不了 最初的那段日子 成龙常常在晚上哭啊 可这父亲呢 在把他送进学院之后 就飞去这个澳洲美大使馆 去上班去了 他没办法 熬吧 这熬吧 那就是十来年 期间呢 也拍了几部影片 但除了赢得一个票房毒药的称号外呢 连片名现在都没几个人知道 那么究竟是哪部影片会让成龙封回旅馆呢 成龙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得到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呢 成龙的转机来自于他与吴思远 袁和平的合作 成龙就躺在我家的地盘上 我太太呢 每天就那个煮那个红豆沙了 甜品 给我们吃宵夜 她就躺在地盘上 她坐都不安稳 躺在地盘 就听我们讲 讲讲讲 她会突然跳起来 在这里这里我要加什么东西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样 好 她又躺下去了 又走出去 所以我们非常同意 李小龙的真正的功夫 就站在那边 踢踢踢踢踢踢 一圈很快 那个出的那个很快 到成龙式的 也是踢脚 也是打拳 你会看到 我会拿个碗转三转 拿个桌子转三转 我会转过台底下转出来 其实 讲良心话 我们那些动作 比李小龙这个难一百倍 就这样 最终他们定下了功夫喜剧的基调 同时呢 成龙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并且呢 走上了似乎与李小龙相反的这个表演道路 还幽默 搞笑 与李小龙的严肃凝重 就形成了对比 李小龙出高脚 他便出低脚 李小龙是一招致理 他便一招致己 常常是在这个狼狈中寻找升级 真实在 让人没有高高在上的这种俯视之感 凭着罪权 蛇行交手 警察故事等 如今呢 成龙已经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和神话 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系统 一跃成为今日近人皆知 家喻户晓的国际剧情 实属不异啊 在日本 成龙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美国洛杉矶 旧金山和加利福尼亚州呢 都定有成龙日 旧金山影展呢 还曾授予他特别杰出奖 1989年 英国授予他MBE爵士勋章 1990年的法国授予他荣誉骑士勋章 这些都是成龙大哥 走向国际获得的重要荣誉和下降 说到这儿 成龙谜那就说了 成龙大哥挺不容易的 功夫都打到好莱坞去了 那功夫之王就非他莫属了吧 别急 所谓江山带有才人出啊 其实呢就在成龙还在摩爬滚打的时候 另外一个的武林奇才也横空出世 他是谁呢 稍后我们接着说 十年磨一尽 成龙终于修炼成了功夫喜剧 然而谁才是真正的功夫之王 随着一位爵士高手的出现 悬念再度升级 一场期待十五年的旷世决战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精彩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播出 上节我们说到就在成龙奠定了自己武林地位的同时 另外一位武林奇才也正在横空出世 那么他是谁呢 地球人导致李连杰 要说能在西方与成龙争夺功夫之王这个头衔的非李连杰 与一众出身这个黎原的功夫明星作为李连杰出身北京武术队 不是你一个人 当时的李连杰年仅十二岁啊 他就能说出这样的话 内气度那简直就是一个武林宗师的苗子 话说1981年功夫电影《少林寺》在香港和大陆上映 票房旗号 创造了真正的万人空下的神话 并引发了大陆一代人的功夫痴迷症 但其实之后一段时间内李连杰的新途并不顺畅 并拍戏呢受了伤 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 李连杰呢只好远赴美国谋去发展 空腹不负有心人啊 这会儿呢香港导演徐克就前往拜会了李连杰 就此拉开俩人合作创造香港武侠电影《新辉煌》的曲目 1991年由徐克指导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黄飞红》上演 在东南亚地区取得了巨大成功 李连杰充分演绎出一代宗师黄飞红 随和稳重有荣乃大的人格魅力 并以其俊逸潇洒别具一格的精彩舞技呢 倾倒世人 一时间呢黄飞红几乎成了李连杰的代名词 一句活山无影角更成为令武侠迷们津津乐道的经典 在巨大的票房号召立下呢徐克与李连杰再度于1992年和1993年合作拍摄了黄飞红系列电影的第二部《男儿党子强》和第三部《狮王争马》 再度奠定了李连杰在观众心中的武侠宗师领 之后呢李连杰自主创立了郑东电影公司 并主演了一系列的功夫电影 在方式玉及续集电影中成功塑造出了一个性格顽皮 且狭义心肠的法式玉 金舞英雄那更是达到了香港功夫电影的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袁和平指导下 李连杰将传统无数之优美与现代搏击的力量相融合 出招那是刚猛名利 英雍不凡 片中几幕打斗设计的各有特殊 画面完美而富有冲击力 一直被称为功夫片教科书 说到这儿啊 开样子这问题是越来越复杂的 李小龙之后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功夫之王呢 说来也怪 成龙李连杰两人出道 成名多年 可是呢却始终没有机会在荧幕上看到他们的巅峰对决 直到我们节目开始说到的2008年 好莱坞巨片功夫之王才让这个世纪之战成为了现实 在戏里最拳对阵无影角 俩人打的那是难舍难分 那戏外呢 俩人却体现了咱们中华武术的传统美德 都说对方才是功夫之王 就在俩人互相牵上的档口呢 有一个人呢其实挺不服气 谁呢 其实这个人呢出道呢也不比这成龙李连杰他们晚多少 还有他们演过不少的对手戏 我们先来瞧瞧他是怎么说的 2002年客串英雄的时候他说 李连杰还算聪明 他知道拳脚不如我 所以在戏里面他拿兵器跟我打 2006年他居然说成龙反应慢 近年来他比较少锻炼 加上年纪大了 所以呢反应比较慢 2007年他与这个成龙李连杰对打师说 跟成龙李连杰对打 我通常都会留招的 这些话呀 你说要是一般人讲 大家都会说这人肯定是疯了 可是哎呀他这么说 居然还有很多的粉丝支持他 怎么样这人呢我不说 你也知道是谁了吧 他就是甄子丹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甄子丹出生在中国大陆 11岁呢移民美国 他的母亲麦宝禅 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武术和太极宗师 也因此呢几乎他刚会走路 母亲呢就开始训练儿子 在母亲的栽培下 甄子丹呢就精通传统和现代的 中国武术和太极共处 深谙各种内功外功心法 每当看了李小龙和成龙的影片 出了电影院 甄子丹呢总能分毫不差的精确模仿 刚才电影里的动作 那么作为一个十几岁的热血少年 反叛的甄子丹 在波士顿声名狼藉的暴力区残酷之间 横冲直撞 父母对他呀是非常的担心 他因此呢就将他送去北京 在著名的北京武术队就接受了为期两年的训练 1973年甄子丹获得中国全国武术少林权端 1982年甄子丹呢被介绍给了袁克平 那时呢袁克平一下子就断定甄子丹 就是心目中的未来的功夫心心 而甄子丹的人生也正式进入了武侠的地方 经过十几年的折服与等待 甄子丹终于打通了任督二脉 凭借沙破狼叶问锦衣卫 金武晨真等作品呢 修炼成了最新一代的功夫一哥 都说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就像李小龙的名言所说的 我绝不会说我是天下第一 可是呢 我也绝不会承认我是第二 谁才是真正的功夫之王之争 自然再度火爆上了 那你就说甄子丹和李连杰吧 几次试招都擦出了不响的火花 当时拍摄这黄飞红之二 男儿当自强的时候呢 甄子丹与李连杰就拿着很粗的竹子对他 李连杰呀 本来要打甄子丹这个身后的柱子 没想到呢 就直接就打到甄子丹的眉毛上 甄子丹身临其境的说呀 那个血真的像拍戏那个样 喷出来了 像条恐怖的血柱子在喷射 我就马上就把它摁住 那么到医院后呢 甄子丹的眉头就缝了六点 然而在拍摄英雄的时候呢 甄子丹与李连杰再次火星碰撞 当时呢甄子丹跟李连杰已经超过十年没有再合作 所以呢希望能够拍出一些新鲜的东西 也就打的是格外耐力 那场戏呢拍了二十来年 最后那次拉钢丝的工作人员呢 把李连杰的这钢丝啊 少拉了两分 那么李连杰的那把锋利的剑 刚好就刺在他的眉毛之上 李连杰就说 子丹你流血了 还加了一句 老地方就在眉毛上 甄子丹呢也按着这个伤口抱着 你怎么老和我的眉毛过不去啊 看样子 一个新的功夫之王要取代老的功夫之王 也没那么多 真功夫能不能给这个香港功夫电影 带来一个新的时代 也还有待观察 要我说呀 谁才是真正的功夫之王 这就像关公战秦琼 永远不会有让大家满意的 几代功夫之王 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 比如关德兴的硬派 李小龙的气势 成龙的搞笑 李连杰的风范 甄子丹的逼真 也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 才使功夫片成为香港 乃至中国电影的最好评片 打响的世界 今天的香港列人那些事 就由您讲到这 下期节目 咱们继续经营 我们等待 改变世界的英雄 看谁在最后成功 让红正的天空 牵牵了谁的梦 这世界需要有人被割走